字幕提供 好了,现在清掉桌面的鼻震 变了很多银色一支支 很明显要讲解里面的结构 有什么特别呢? 我首先选DFV DFV是一个最多人用的 其实你知DFV的结构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 对你设定好自己的鼻震也有些帮助 其实本名书里面 打开到第二页 欧联市也有个图 告诉你它的油路是怎么走的 其实就是我手上拿着这件东西 其实大家经常说DFVDFV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首先可以教软硬 扭转松,在这顶上靠 其实在教软硬的时候 就是在影响这个孔 这个孔的开关 其实它有一支针形的东西 就是追下去的 当你在教软硬一点 针就押前一点 松一点 就影响到这个孔的大小 其实这个我们应该可以解释为 一个叫做Low Speed 很平老已经感觉到分别了 已经感觉到分别了 这个软硬 那一教的时候 主要rebomb会变多一点 其实bomb也会变的 然后去到核心就是中间这一块 其实DFV的dual flow 就是两个油路 其实那两个油路是说 当你要舒适的时候 即是当你有些薄 当你有些障碍物的时候 你要额外的油路 这个孔已经不够过了 直避震太硬了 只要额外油路 它有两组 大部尾障是只有一组 我指着这组 它更多了一组 其实为了考虑的 就是大一点的薄 和再大一点的薄 就是不同的避震吸震的起伏 是的 大小不同的薄 如果你只有一块 你就可能比较难兼顾不同的露面 高中低 高低 现在这个高中低 其实也有说 其实它除了中间 这个针形中间的孔的油路之外 它还有多了两个挖 我现在拆开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扭开它 第一个 这个是主挖露 这也是大挖露 大的挖露 大的挖露 就是比较椅子 大的薄 它就一定会开的 你看到中间其实摆了很多片 这些片其实你看到排开 有不同的形状 有不同的 这里也有很多片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挖露 我拿最大的片和大家讲一讲 当我盖住它的时候 盖住它 其实旁边这个油路是长开的 是 但是中间这个油路 一定是要够压力才逼得开它 哦 那这些片的大小 它由大中小配多少 厚度 其实影响它什么时候开 那不同的车 不同的重量 配不同的路况 其实就是在这些片的搭配上 其实底部也是有同样的 影响它入和出 应该这么说 一边是走泵 一边是走热泵 嗯 因为一边是向上 向上的时候就开下面的片 是 反过来就开上面的片 开上面的片 就是这个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挖露 这个就是所谓的DUF的DUF 还有一个 这个叫小一点的挖露 它的片都没有那么多 你看到 这片没有那么多 这些洞都没有那么多 它这个是 是 容易开一点点的 就是一些中等的障碍物 它就已经开了 是 就会将整个避震 由低、中、高、几段 不同的路况 都会做得比较线性 哦 所以为什么避震的吸震能力 在反应方面 就是不是说一下子 一下子就那么硬 可能原来 可以开了早一点 有些是 就是这些片里面作怪 是的 这些片其实 我想打很多不同牌子的避震 它都有这些片 类似的设计 我想大家避震的分别 或者OLINS的所谓的 自己的优势 或者它的技术 就是这个挖露的设计 其实这个挖露的设计 你看来就好像很简单 其实是有些特别设计 这件东西里面 你见到四个洞 那四个洞 我见不到你 这四个洞 其实它里面可以有个 挺复杂的 其实 我想这件东西 可能大家会见得比较普通 不同牌子 这件东西 大家见到是通路 这件东西 其实有些巧妙在里面 这件东西 我想我就不方便打开给大家看 秘密在这里 好了 刚才说了一个挖露 现在又拿了这个 叫底座 这个有些什么讲解才有 其实我主要想说一下 一些 我们现在行街的车 很多都是麦花神的前缘挂结构 其实有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 我想大家了解到麦花神 跟独立多年缸 或者双遥鼻 最大的分别就是 它只有一只鸡鼻 是 其实这只鼻震是肩负着 揹着整份蛋的作用 所以一般的鼻震是很粗的 所以为什么就需要 导法 就是这么粗 因为如果你有鼻震 根本就是吃不到力 吃不到力 会断 其实因为这样 其实它都有些特别的结构 你看到这支其实是 外桶 某车型的外桶 它里面其实有 有两个杯士 其实我简单很快的 将一支机放在它 这个就是 我们叫Forting Piston 将气和油分开的活塞 即下面就是一个高压气体 在这里 下面是一个高压气体 我现在很难压进去 所以我不放这些 其实它是放在这个位置 下面的气上面是油 因为当你压进去的时候 那些气要压缩 我们这样放在它 嗯 整支被震的扣除就是这样 这个靠我就不安装了 是的 好 示范一下 嗯 整支插进去 其实倒Fort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人都说倒Fort 倒Fort 其实倒Fort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不过倒Fort是必须的 是 因为当你在一支单筒的避震 嗯 是在麦花神那里用 如果它不倒Fort 它打直走 嗯 这样打直走 它受力就是一支这么右的杆 嗯 那么它这个位置的受力 根本上就是 整不住一支鸡鼻的结构 当你这样桶外有桶 嗯 摆的时候呢 其实 那个受力就是这个位了 这个粗度 是的 大家看到这支鸡鼻用过的 你看到有一些痕跡的 嗯 你看到这些位置 嗯 其实就是一个受力 受力的位置 那其实它 它用一个粗一点的位置去咬 这支鸡鼻不断咬 嗯 因为只有一支鸡鼻去受力 那么你看到呢 我这里就画了一个蓝点 嗯 那么其实呢 这里有一个杯屎 很多时候有些 我见过很多牌子的倒Fort避震机 它有一个杯屎 只有一个 然后它没有了 只有一个杯屎 那么基本上你这样去走的时候呢 你一个杯屎 嗯 这样走 一个杯屎 嗯 那么你插得越深的支鸡 那支鸡鼻短一点 那么你不会容易咬到它 那么你杠光圆地拉长了它 嗯 那么它自然就容易咬到它 咬到的力 那么当你知道避震不完全垂直的时候 其实这个受力位会产生所谓的摩擦力 那么其实摩擦力呢 传回到你的车里呢 其实都是避震力的一部分 譬如我的车本身有避震本身的力 再加了摩擦力 嗯 那么其实这支鸡就会硬了 嗯 那么它说你没什么问题 硬了我就调强一点 嗯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摩擦力不是行定的 嗯 当你由静止到一推动它那一刻它会硬一点的 当它一推动它会跑掉 是 所以那个就不是很稳定 就是摩擦力大的避震系统呢 就稳定性会差一点 嗯 就是它时软时硬 就是会突然跪一下 就是其实这些情况 那么根据这个设计 这个原因呢 其实Oliens呢 就将它的设计做了双杯市 嗯 那么其实你看到蓝色有一个低一个 高一个 嗯 那么其实它在这方面 它牺牲了少许行程 但是它行一个双杯市的设计 令到避震的摩擦力比较肯定 嗯 那么 讲到这个摩擦力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麦花圣里面的避震的最重要 我就要拿一拿这支 这支其实拆到散了 大家都不认不出什么 这支其实就是TTX来的 是 TTX46 那其实这个就比较特别的 刚才我说了TTX36 有个腹筒的结构 其实这支是大楼来的 摆在麦花圣里面 那么你有个桶 就要摆进去 那就是腹筒了 你看到这个桶 和大桶食品之间 那个很薄薄的 那就是一些油在上下之间 就是这个走路走去 就是这样 那旁边有个挖路 教那个泵泵 那我刚才不是说的 那TTX36之心没那么粗 这支是46 因为这支就是给麦花圣结构用的 那么中间这个活塞 是没有洞的 过不了油的 因为它上下呢 都是走路的时候 是将那些油 迫上迫落 就是走旁边去循环去另一边 那为什么我要单独 拿这支机出来说呢 那其实 很特别的 这支呢 TTX46 它有个叫穿杆式的结构 嗯 穿杆式的结构 其实整支机呢 我现在做一次给你看 穿到它 然后呢 这里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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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就是这样 基本上 我就不将它 大致上 扭定了 OK OK 挺好 那么呢 其实这支机呢 当你在这里插进去的时候 嗯 这个位置 我指着这个位置 凸出来 它拔到最强的时候 它的机呢 刚才很长的光级就是在这里 嗯 当你一插进去的时候 它就在这里凸出来 其实下面是看到的 穿深的 穿深的 在这个底下是没有油的 嗯 扭开的角你会看到穿深的 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穿深结构呢 你刚才和这个对比了 刚才我说这两个是杯士的 是啊 这两个杯士的距离是这么远的 还更加大 接近多一倍 嗯 那么那两个杯士的距离越远呢 它那个 一支杆距离越远 你想扭 咬到它的难度就越高了 所以这个呢 它结构更加强 当是莫巴塞结构的时候呢 它强就代表它摩擦力低 是 这个也是Oliens 在这个 仿车界 这么高的使用率里面 你经常看到 可能车上会贴到别的牌子的避震 logo 可能是赞助 但其实车上很多时候都会见到Oliens的避震 因为它在麦花神结构 在赛者上面 这个结构真的很大优势 嗯 因为它的摩擦力 基本上不是没有 是很低很低 比对手很多 嗯 所以这个川江山的结构呢 都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 讲解一下 这个我反而真的 很少被其他避震图见到的 这个你也是第一次说的 是啊 我想 基本上可以说是 没什么见过 我自己都除了见Oliens 我没有见过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否拿了专利 是 但我就没有见到第二次 可能也是 有专利的问题 也应该有成本的问题 因为这样做的避震真的很贵 嗯 OK Alex 你拿着胶袋 你想怎样呢 其实呢 我偶尔自己拿着车出去 释一下避震的时候 我就拿着胶袋 因为其实呢 Oliens 避震的设计 是可以不拆车都教得圆硬的 其实挺方便的 拿着胶袋 因为要躺在地上 才可以教得到 所以就不用骯髒 试发一下 那头车呢 你拿了车子之后呢 你这样坐在这里 好像我那样 其实你伸到手进去 摸到那个避震的底部 那里 有一粒软硬的调校 其实好像我那样 现在已经 手触着软硬那里 那里 顺时针扭紧就是硬 逆时针扭松就是软 刚才说过 那其实已经教完了 扭完这边 之后去另一边 又拿过车子去 去另一个方向 这样就可以教了左右 那车尾也很方便 车尾达案结构 你看看 到车尾罗的 车尾更简单 很多时候污下头 尾巴的洞子 也比较大 都不用拿车子 已经看到避震 那比如我在右尾 伸手进去 就是左手 就已经扭到 好像我那样 我已经触着避震的调校了 好了 转到第二个场景了 来到一个维修中心 旁边也是我一位旧同事 迪士 喂 你好阿賴 旧同事出现了 好了 那为什么你会做了一个 格示图的欧连士维修中心 首先 开一间店铺的时候 原来是做tiling为主 我们本身也有兴趣做欧连士的品牌 因为有地方 原来格示图 香港没有一个维修中心 跟代理谈了之后 我们就尝试承包 做香港的维修中心 要做维修中心的话 其实也要满足格示图 一些 或者是欧连士本身需要的要求 才可以做得到的 厂方的要求 是的 没错 香港主流DFV 或者叫roll and check的机器 其实这个要求 就比电单车部门的TTX 就会低一点 就是维修比较简单 那我们除了要专用的维修配件之外 还有他们的SPEC卡 跟着每一套机的SPEC 去进行维修 好了 既然做到一个维修中心 那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零件 是做这些避震的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工具 专门的工具 因为O-Lens 譬如打气 夹具 又或者一些导科的避震机 需要一些专门的工具去处理 例如这些 这些是两件的 好像很普通的东西 看起来很普通 但它是很精准的 就负责夹着一支导科 在一个带来简上 我们就进行维修 因为本身一支导科 避震机 你要夹着它 一定要找东西固定做维修 这些是一些专门的工具 另外有一些 譬如这一件工具 就是专门用来打一件导科 杯士出来 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工具 另外 就很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一支避震机一定会有气 是 即是有油有气 打气方面 因为OLEANS也会有一个专用的工具 去为支避震机 填充它本身需要的气压力 每一套避震机都有它本身的SPEC卡 我们要跟它里面的要求去做 才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维修避震机 对 没错 你要跟厂的设定 对 没错 香港来说 也有很多人OLEANS避震 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来维修 其实OLEANS本身是一套很可靠的避震机 不过很多用家都会知道 或者听过 OLEANS很容易响 其实响是为什么会响呢 其实避震机有两部分 OLEANS会较容易响 包括塔顶 塔顶上面波子 有部分的双避震机种 其实它可以用胶 这个位置是胶 没有那么容易响 如果用波子的话 就会容易响 这个好像很多品牌都是一样死症 其实是的 因为这件东西 其实 金属到金属 是的 不是一些很特殊的工具 不是OLEANS专利的东西 其实都是买一件这样的杯子 每间厂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件杯子 除了OLEANS 或者其他品牌的避震机 都会有机会发生的 嗯 另外一样 OLEANS 就很出名就是 Doford避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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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这支避震机 前面那一截是很粗的 下面是一个机壳 嗯 一支Doford避震机 如何可以固定在 这个机壳上面 上下动动而 不会损失到Doford呢 嗯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设计在里面 有配置了两件杯子 令到这件和这件之间 不会自己互相磨擦 那杯子大约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 那样 是的 这两件杯子 这件杯子 其实是会损失的 是 那这两件杯子 待会给大家看看 究竟会损失是什么情况 嗯 为什么要换 那其实这件杯子里面 有个防洩的涂层 嗯 这个涂层一旦涂了的话 那它就会有少少少 轻微的公差问题 对 对 轻微左右摇摆 就会产生有声响 嗯 那欧莲士的声响呢 究竟是怎样分的呢 嗯 那其实呢 塔顶的声音呢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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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的 是 其实都不难分 都有些用家都很不幸的 就是本身这支机也是波子塔顶也是 导科的话 两样都有机会会响 还有香港的路面也有多粒粒 其实你说比起外国真的会差一点 其实路面起伏 或者是不平 因为机动得快 那就 是特别容易令到投导货杯丝出事 其实是否有办法解决呢 其实我们可以解决到的 因为这件杯丝是可以换的 当然香港欧联市有代理又维修中心 是这样可以整得到 但譬如你其他机器的话 可能你需要寄走 或者寄回原生生产地帮你维修 那我们欧联市就可以在本地维修 这不是太大问题 不是太大问题 其实两件会响的部分我们都做得到 或者再补充多一点 其实这件杯丝的寿命其实是会有的 有些客人很幸运的 可能用到一世都不会响 但有些我们曾经试过几个月就会响 都很视乎每个用家如何用途避震机 就是駕駛情况 可能有些激烈一点的駕駛者 经常都出去响一响一响 可能会发现容易一点 另外会有些客人会喜欢玩track day 那落赛车场的话 它那个損耗都会较高 会较高 其实可不可以更正这个问题 是可以的 可以换身 那我们都跟駕駛駛一路研究 有没有更好的改良方法 或者用杯丝的优化程度好一点 令杯丝的寿命长一点 我们正在研究这些解决方法 好 OK 好了 这次麻烦Alex 也麻烦迪士 过来讲解奥连斯的避震 谢谢Alex 你有什么补充吗 没什么补充 希望多一些机会 和大家喜欢奥连斯的朋友 多一些交流 或者如果遇到奥连斯维修上的问题 譬如有响之类的东西 不介意的话可以留言 那是联络的 好的 谢谢你们两位 OK 谢谢大家